吃坚果虽然是补充优质油脂的好方法,但有些坚果吃太多可能会导致身体发炎。 医师提醒,坚果中富含丰富的Omega-6和Omega-3脂肪酸,若脂肪酸比例失衡,就容易引发体内慢性发炎。 导致上火,有六种坚果在食用时要特别注意。 另外有两种坚果是抗发炎的超级好帮手。 过年吃错坚果当心上火,口破,口窗。 三数经营诊所体重管理主治医师肖杰健指出,坚果拥有的脂肪酸分别为Omega-6和Omega-3。 Omega-6能促进免疫反应,促进花生四细酸的分泌,把身体的细菌清除掉。 而Omega-3能帮助人体调节发炎反应。 但若是Omega-6摄取过量,就会引发体内慢性发炎,导致上火,口破,口窗等问题产生。 六种坚果食用时要注意吃多容易发炎。 肖杰健表示,摄取Omega-6和Omega-30是有黄金比例。 建议民众最好将摄取比例固定在4比1。 但现代人的外食太多,大部分人的摄取比例都落在16比1,甚至是32。 1.以下几种就是吃太多会容易发炎的坚果。 杏仁,Omega-6,Omega-3比例等于2010比1。 腰果,Omega-6,Omega-3比例等于125比1。 南瓜子,Omega-6,Omega-3比例等于114比1。 胡桃,Omega-6,Omega-3比例等于90比1。 开心果,Omega-6,Omega-3比例等于52比1。 芝麻,Omega-6,Omega-3比例等于57比1。 四种坚果属健康老师派,两种坚果能有效抗发炎。 肖杰健提到,在上百种坚果中,也有一些是属于健康老师派。 例如夏威夷果,核桃,扁豆等。 这些坚果除了夏威夷果的比例是6。 以外,其他的Omega-6,Omega-3比例都是固定在4。 一,还有一些是能够抗发炎的超级坚果。 例如亚麻子,奇亚子等。 它们的脂肪酸比例都是Omega-3高于Omega-6, 约在1比3左右。 坚果还有其他营养价值只要选对就能补对油脂。 肖杰健提醒,除了关注这些坚果的油脂比例外, 民众也别忘记坚果还有其他营养价值。 它们富含纤维、矿物质。 这些营养素都是身体需要的。 因此在下次吃坚果时, 记得先想想只有选择对的坚果。 补对油脂才能在维持身材轻盈时, 又能补到足够的养分。 感谢收看,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